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不满三例新闻台的五十四新观点节目主持人陈斐娟, 与律师曾靖元在节目中质疑柯文哲夫妇财产申报不实,财产来源不明, 要求他们在七天内公开道歉,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曾靖元今天受访表示,已经收到陈佩奇的律师函,提告示陈佩奇的权利, 但相关疑点他还是应说明清楚。 曾靖元认为柯文哲夫妻不老实,没有说实话, 陈佩奇自己曾说房屋贷款有三千万,宽限期两年, 不过现在贷款却不见了,这些是用哪些钱去排? 此外,监察院资料也显示,柯还给父母一千万房屋借贷, 这些钱都是拿米来。 曾靖元质疑,柯的选举补助款25619490元, 选钱总共支出是2714万元,等于透支153万元, 应说明这153万元是怎么回事。